进入2014年以来 中共当局是持续绑架法轮功学员 发生了多起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绑架事件 有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地区 都发生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 特别是近三个月来 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有将近1700人 评论指出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趋势剧增 逼近政局巨变的临界点 美国《明慧王》统计 今年3到5月 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人数至少1694人 比去年同期的1307人上升了30% 报道显示 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的30个地区中 山东、辽宁、吉林、河北、黑龙江、湖北等省份 是绑架法轮功学员最为严重的地区 其次是湖南、北京、四川、江苏、河南、上海 其中绑架规模6人以上的事件至少发生了27起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在3个月之内有近17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 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加速加重的趋势 夏小强表示 去年12月 公安部副部长迫害法轮功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头目 李东升被抓捕后 触动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底线 江泽民在调动所有资源 制造恐怖事件和社会动乱逼迫习近平下台的同时 还利用中共的政法系统中 手中沾有迫害法轮功血债的人员 加重加速迫害法轮功 这就是这两个月内 有近170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 2012年 王立军出走美领馆时 披露前中共党魁江泽民 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计划政变 他们打算推博袭来 代替新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以继续维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江泽民的政变计划被美国传递给了习近平 随后 薄熙来下台 周永康失去重要权力 美国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亚太区副主席 也是中国原首席执行官的方方 上个月已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她被控借由聘请大陆官二代 以获取生意等不正当利益 方方是香港华经会的创办人 据美国《新纪元》周刊报道 方方为摩根大通推荐聘请的中共高干子弟 大多都是为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工作的 中共高级国安特工人员 大陆官方媒体近来对江泽民露面的冷处理 以及陪同江泽民露面的那些少数人员 都凸显江泽民势力已经非常衰弱 夏小强表示 在江泽民已经大势已去的情况下 一部分手中占有迫害法轮功学员血债的各级官员 害怕他们的罪行被清算 而选择继续跟着江泽民 还有一部分参与迫害的是基层官员 主要是不太了解高层江泽民已经失势的真实情况 他们为了金钱利益在干坏事 其实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上台后的习近平把政法委降格 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改组 还在军中展开反腐 大动作收归江泽民集团手中的权力 同时还联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清除大型国企和省级地方的江泽民势力 江派高官大员不断落马 夏小强指出 中共15年来迫害法轮功造成的恶果 法治体系的崩溃 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 巨大经济资源的浪费等等 正在全中国社会发酵 在这种格局下 对于习近平一方 正常执政都成为了无法实现的奢望 更为重要的是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 都不会愿意为江泽民犯下的罪恶背黑锅 特别是活宅法轮功学员器官 更是罪恶滔天 夏小强认为 在习近平与江泽民之间 一方为执政 一方为逃避迫害法轮功犯下的惊人罪行 不被清算 矛盾如同水火 不可调和 发生激烈博弈在所难免 随着习近平打老虎逼近江泽民的同时 江泽民也正在把捆绑在习近平身上的 迫害法轮功的绳索勒紧 面对这样的生死博弈和选择 夏小强认为 当前已经逼近了中国政局巨变的临界点 夏小强认为